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就是那個 做完類似像這樣 不過理論上如果沒問題的話 他應該看到的狀況應該就類似像這樣 不過因為背景的顏色是黑色的 預設是黑的 所以這張圖背景是透明的 所以看起來也會是黑的 但如果你把背景改掉 比如說你把它改成Data Thimming Page的Data Thimming改成其他的 他背後的顏色改掉 顏色就不一樣了 大概是這樣 剛剛有問到 比如說我們今天最新消息 或每一個我希望做什麼 回上頁 或者你不一定要叫回上頁 你可以叫什麼 之類的 反正假設你這邊一個 顏色是黃色的 往下捲動 下面一樣會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是下一頁 連到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反正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讓它有一個cycle循環 大概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有兩個按鈕 OK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放在上面的話 特別注意 該怎麼放 按鈕放上面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放在頁首裡面 一種是放在整個頁面裡面 兩種方法都可以達到這種效果 但是做法不太一樣 那我們先講什麼 先講整頁的好了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我希望加一個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它前面 這個部分的話 總共會有幾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呢 它前面有一個icon 這邊有文字 然後呢 有個背景圖 所以需要有三個地方做設定 三個地方設定 好 那去哪邊設定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這個 這個好了 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哪一個頁面呢 最新消息 整個選起來 那你怎麼整個選 特別注意 你游標放在線上面呢 它都會有不同狀態 比如說你今天 假設你選 要整個選 我建議是什麼 你就碰到那個邊邊的線 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發現 它的上方會出現一個 叫做page 如果你現在點這個header 它就選header page page指的是什麼 整個page header指的是 上面整個 就是頁手 不要選錯囉 選錯的話 後面就會出問題 不要選錯 好 第一個 整個選起來 page 怎麼確定有沒有整個選 page頭 一直到page尾 他這個整個選起來 再來就是下一頁了 有沒有 所以頭尾一起選喔 要不然就是整個選 選完之後請你找到 在 這邊 首先第一個 我希望有一個什麼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標籤叫什麼 add add是增加嘛 back back back就回上 btn 就是button的縮寫嘛 也就是增加一個什麼 回上一頁的按鈕 如果說呢 你把這個屬性 第一個要先選page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true 然後我們來預覽一下好了 看一下 有沒有 back 看到沒有 這樣子呢 就有了 很簡單吧 所以呢 我們只是做了兩個動作 就完工了 第一個請記住喔 點一下整個頁面 整個選取對不對 第二個 data add 記得是第一個 true 好 那可是問題啊 第一個 我不希望說 它有那個什麼 那個字我要改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那個字的話 這邊有個叫back button的test 如果我不要用英文 不要back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改個中文的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 加上去就ok了 跑掉了 再一次喔 記得喔 選它 選到了 然後在這個地方的 test這個 把它輸入那個 回 假設回上頁 enter ok 再來你把它預覽一下 效果 有沒有 改了 顏色的話呢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它改成 黃色的話 記得 data什麼呢 data sync 不過特別注意喔 不是那個data sync 是這邊的data sync 你不要往下拉 一拉的話 變成整個page的data sync ok 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什麼 記得一樣選這個 都有出來喔 改成什麼 黑 藍 銀 灰 黃 所以喔 第四個 第五個 1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再預覽一下 黃色的 ok 沒有問題吧 所以基本上呢 我剛剛改的東西喔 就是只有 第一個喔 特別重要不要選錯了喔 選這邊框框 然後呢把這三個加上去就ok了 第一個 ok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今天我希望做一個大大的按鈕 在每一頁看完之後 讓他往下 因為基本上呢 他的閱讀邏輯一定是 看完這一頁 他要跳下一頁 再下一頁 因為你看小說嘛 你不可能一定是連載嘛 不可能說 我看了之後我要跳回去幹嘛 你要往下一直看就對了喔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讓他怎麼樣 在最下面看到一個按鈕 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先把這邊先做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要做一個類似像這樣的按鈕 因為上面的話是 假設他今天閱讀喔 比如也許你今天是 一個menu或一個什麼 一個小 一個 反正就一個文章或什麼 下一頁下一頁好了喔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呢 能夠 再讓他下一頁 特別注意喔 這一頁你也可以把它做list review 因為現在是項目符號 那底下如果說每一個每一個也可以都連結 你也可以做list review 自己再練習 那這個怎麼做的 其實喔 非常簡單 第一個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最新消息這邊 其實只要加一個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這個怎麼做的喔 我把它back回去一下 基本上喔 做法上 第一個 請各位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下方按個enter 它也許有項目符號啦 你就把項目符號拿掉 然後變成下一頁 先打字上去 第一個 那可是問題 它是字啊 它不是按鈕啊 不用擔心 以後喔 只要是字喔 通通都可以變按鈕 你要什麼按鈕都沒問題 按鈕大概就是分成什麼 你要什麼顏色 或者你要加什麼icon 那就加上去 前提是第一個 我要超連結 所以呢先把它選起來 選取 做什麼超連結 緊 應該沒問題啦 這個應該 page 假設我要跳到下一頁 page2 它還是page1嘛 page2 好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記得選取狀態 第二個的話把它變成按鈕 那怎麼把它變按鈕 選取狀態之後喔 記得找到什麼呢 標籤裡面 data row 角色 把它變成button 有沒有 它就變按鈕了 所以你這個時候把它按下去 它就變一個按鈕了 再來的話 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什麼 要加上箭頭的 因為你現在如果這個時候 把它save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save 它有時候效果沒辦法加上去 它一定會有個按鈕 加上去 看起來應該是還ok啦 因為它是圓角的 可是有個缺點 第一個 前面如果幫我加一個icon 會更好 第二個 顏色幫我變成藍色的 怎麼做 這個時候點擊應該可以啦 有沒有點下去它就換下一頁了 所以其他的這個後面自己再補一下 好 那怎麼樣在它的上面 再加上什麼 icon 其實很簡單嘛 在這個上方 找一個 這個箭頭向下的 dashd有沒有 這個 顏色的話 改成藍色的 data 什麼 data 這個 好 藍色 箭頭 藍色 所以基本上 它改了幾個地方 改了三個吧 箭頭 按鈕 加上一個顏色 然後連結到page2 好 save一下 這時候的話 再及時一下 按下去 OK的 不過有同學說 老師 這個按鈕 可不可以小一點啊 這個按鈕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大 可不可以跟著那個字的寬度 幾個字 你又幾個字寬度 可不可以啊 哪個地方 其實特別注意哦 標籤裡面都有啦 拆也拆得出來 這邊有一個叫data 什麼 inline inline 指的是 你要不要 跟著那個 這個理解是 跟著它的 它的line 它的寬度 那如果你改為true 會怎麼樣 試一下 true false 可能沒有存檔 可能要 我印象中把它改為true 它就會跟著那個 那 改完之後 這邊可能要save一下 再讓它reload一下 好 如果你改為true 我印象中好像它會什麼 欸 data inline 還是data insert 這可能要試一下 data inline data 還是什麼 i compensation possession 另外 possession它也可以設 上下左右 印象中是 應該是這一個 好像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還是這個 不對 印象中是這個data insert 這個 inline 這個我想再試一下 好了 只要改成tata 只要改成true 好像它就變成 一樣的寬度了 ok 這個地方再試一下 好 那其他部分的話 我想 各位再把那個 也許最新消息 上面按鈕 跟下面的部分做完 那其他頁面部分也做完 大概就長得像這樣 就是上一頁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 下一頁 然後一直可以下一頁 下一頁 然後回上一頁 大概就這樣了 基本的一個 app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 請你把它save 關掉 關掉之後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就要把它傳上去 變成一個app 那怎麼傳上去 一樣 像上禮拜我特別講過 可以連到Adobe網站 Adobe的那個build 這個有講過吧 phonegap.com 這個網址 然後呢 請你登錄你的帳號 這個帳號沒辦法給你們 我登錄我的帳號 那你自己申請一個 Adobe ID 很簡單啦 反正下一步下一步就完成 接下來怎麼樣 這邊 有一個就 有兩邊 對 然後你切到private 這邊有個upload NVIP file 這個時候有沒有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upload上去 它就可以讓你把 你的網站變成 這個app 這裡如果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這個網站的 基本架構先完成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上面一個按鈕 下面再加一個按鈕 畫一個頁面 Data inline 好像就ok了 Inline 就是長度色違一樣 這個你們再試一下 Data inline 它的圖就ok了 其他的話就把它save 等一下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把它傳上去轉換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